大家好,我是一只蘑菇的孟琪 今天我们来测评的主角是一款笔记本电脑 如果大家平时有留意到的话 会发现市场上销售的笔记本无外乎以下几种 尺寸小的实用性打折扣 配置好的电池容量高 但外形厚重,出差时携带不变 而配置强悍的笔记本续航又是短板 想象一下,当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约到大客户 关键时刻笔记本没电了,你该有多绝望 如果能有一款轻巧一些配置优良续航出色的笔记本 那该多好呀 超级本这个概念在2011年由英特尔公司提出 但是其对超级本的大小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在这种情况下,GPD作为国内 同时也是世界范围上最主要的迷你笔记本电脑生产商 它提出了自己对超级本的定义 屏幕大小在8.9英尽到10英尽之间 重量控制在700克以内 就在前不久,由GPD清新研发的一款世界最小的超级本 GPD PM Max宣告诞生 16GB加512GB的顶级配置 就是今天这篇测评的主人翁了 下面跟着孟奇一起来看看吧 这就是GPD PM Max的本尊了 外观看起来还是很小巧轻薄的 外装里附带的还有一个充电器 一根数据线以及一份简单的说明书 GPD PM Max是GPD即将上市的最新产品 目前在京东预售中 CM Max与GPD前期推出的Pocket 2定位完全不同 Pocket 2作为UMPC 可以轻松放进口袋里 随身携带,随时办公 CM Max的产品定位是超级本 全球最小的超级本 它将人群锁定为时尚男女 移动办公和高端商务 虽然它主打超级本 但和传统意义上的超级本又不太一样 传统的超级本并没有偏离笔记本的体量 各大品牌只是反复地在超薄上做文章 而重量和尺寸依旧是短板 Pocket Max不仅做到了超级本的轻薄 尺寸和重量只有传统超级本的一半 所以GPD官方称它为全球最小的笔记本 一点都不为过 GPD PM Max具备两种配色 分别是银色和黑色 黑色的配置会高于银色 价格上也会高一点 孟奇拿到手的这款是黑色 至于选择哪款 大家可以根据上表的参数和自己的需求选择 GPD PM Max机身小桥 21.3厘米乘14.95厘米乘0.55到1.42厘米 只有A4纸的二分之一大小 和iPad mini 4的大小差不多 孟奇已经将测量数据标注在图上了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平时出差时放在包包里也是很省空间的 女生甚至可以放在随身的胯包或者小背包里 需要的时候直接拿出来 一点都不累赘 随时随地可以办公 轻松又高效 其次GPD PM Max机身净重仅650克 只是主流超级本重量的一半 即便是柔弱的女生也可以单手托起 毫不费力 真是彻底解放了长期背本出行人的双肩 轻松松带着出门 平时坐车的时候都可以拿出来放在腿上 或者直接拖在手里 办公时间久了也不会感到累 GPD PM Max虽然屏幕只有8.9寸 但是其屏占比却高达80.9% 屏幕可是面积更大 80.9%的屏占比是什么概念呢 为了让大家更加清楚地知道这个数字的地位 孟奇特意整理了几款超级本的屏占比 大家比较一下 可见这款GPD PM Max的屏占比是相当占优势的 GPD PM Max采用了2.5K全贴合视网默拼 IPS技术 拥有100%的SRGB碎域覆盖和178度宽广视角 8.9英寸大小屏幕 却拥有着2560x1600的分辨率 这样的分辨率加上这样的尺寸 对于笔记本来说 就是顶级的显示水准 16比10的屏幕比例 也很适合观看主流的宽银屏影片 是目前唯一拥有340ppi像素密度的超级本 同时GPD PM Max屏幕基于10点触控 支持手指触屏输入和手写笔输入 再看一下键盘 小巧的机身配备的是标准的QWERTY的键盘布局 平面孤岛式巧克力键盘 按键手感细腻 感亏力掐到好处 不会让人觉得太软 非常适合半弓打字 且拥有完整的触摸板功能 移动指针滚动区域 鼠标左右键都不是甚 虽然整体键盘区域不大 但是经过测试 普通女生打字妥妥的 就连蘑菇哥这位成年微胖男性 双手打字也丝毫不会有局促感 值得一提的是 GPD PM Max的电源开关 还支持按压式指纹爱合一解锁 这也是时下底基本的一个潮流配置 关机状态下 开机直达系统仅需要7.3秒左右 休眠或睡眠状态下 亮屏解锁仅需要1秒钟 当然了 这是在全新系统下的测试 实际使用时 受用户开机速度的加载 系统设置 以及使用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也会受到官方Bias更新 及微软Win10系统更新的影响 GPD PM Max侧面有丰富的接口 共有两个USB3.0接口 一个Type-C接口 一个MicroHDMI卡插口 另外还有一个3.5mm矮机孔 一个麦克风针孔 以及电源指示灯 基本可以满足我们 对笔记本外接设备的需求 GPD PM Max的底部 主要设计是一个进风口和4个脚垫 出风口隐藏在转轴位置 从配置方面来看 GPD PM Max搭载了 第8代英特尔酷睿M3-R100Y处理器 OPI总线速度高达4GT每秒 每秒峰值数据传输 4×10的9次方式 位置英特尔第9.5代UHD GLSX615核显 拥有16G内存加512GB 固态硬盘组合配置 在处理数据 视频播放时更加流畅 另外在屏幕下方 在转轴上有一个隐藏设计的摄像头 200万像素 1600×1200最大影像分辨率 接受光线更多 在拍照以及视频通话时 画质都是很清晰的 另外GPD PM Max 内置了9200毫安时 不可拆卸 聚合物理电池 最长续航可达8小时 在外一天基本能满足 而且它还支持任意手机充电器 以及移动电源充电 加上基于PD 2.0的快充技术 分分钟可以让GPD PM Max 满血复活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 我笔记本没变了 另外在性能上 GPD PM Max 还采用全新升级的PC级散热方案 也就是液体冷却散热管 加风扇的散热设计 散热效果相当理想 内置2.4G-5G双屏WiFi芯片 双信到最大867MP传出速度 近180兆每秒的下载速度 下载1GB的电影只需10秒钟 可以说有了这款轻薄小巧的GPD PM Max 相当于把移动办公室带在身上 摆脱时间和空间的束缚 可以随时随地拖在手掌开始办公 写文档 制作表格 换灯片都十分方便 8小时续航 基本可以满足在外一整天的办公所需 不用担心笔记本门店带来的烦恼 GPD PM Max的Microsoft Office OneNote 实用性很强 可以添加多个页面 不论外出还是旅行 除了GPD PM Max 可以随时随地记录自己的想法 跟踪会议笔记或定制代办事项 都是很方便的 同时Microsoft Office OneNote的功能区也很丰富 基本可以满足我们对字体字号等基本的要求 由于其便携性和功能的强大性 在土木建筑 工程制图 武装加工等任何一个行业 从事设计工作时 GPD PM Max 无疑是一款随身携带的最佳生产力工具 另外在娱乐方面 GPD PM Max 看电影 听音乐 也拥有身临情境的沉浸式体验 另外在诱读电子书时 其存储容量更大 支持的软件和格式更多 总体来说 GPD PM Max 无论是在外观设计 还是在硬件方面 都拥有着目前顶级的超级本配置 尤其对于经常外出办公的商务人士来讲 这款小巧拼店的超级本 就是最好的选择 目前这款超级本 已经正式开始预售 喜欢的同学千万不要错过 我是一只蘑菇的孟奇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留言转发分享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